12月31日下午 美国华人社团大联盟 加州爱乐艺术团和美国东方文化联营会 共同主办的迎新春庆元旦联欢会 在加州爱乐艺术团排练中心隆重举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王岐组长 石俊豪理事 加州众员方树强 何陶市市长吴立伦 盛盖博士市长丁岩韵 亚凯迪亚市市议员王爱玲等 与关建荣 张勇 周德昭 邓贵 陆霞 魏林峰 叶东 李浩瀚等侨团首长 美国南加州华人社团大联盟主席林甘花 执行主席林选栋 共同主席加州爱乐艺术团团长徐柏生 执行主席兼秘书长孙英力 荣誉主席魏海英 常务副主席谢小坚 共同主席赖凯文等 与企业家艺术家代表欢聚一堂 品尝美味佳肴 欣赏文艺表演 喜迎2023年的到来 联欢会由社团大联盟秘书长孙英力 和爱乐艺术团晚会策划人 杨继 郭杰 丁丽分别主持 加州爱乐艺术团团长徐柏生 致新年贺词 大联盟主席林甘花 美国东方文化联谊会荣誉主席魏海英等到场 同贺新年 在加州爱乐艺术团节目筹备组的导演策划和精心组织下 一台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的文艺节目 令人反目一心 无论是独唱 重唱 混声合唱 还是各种舞蹈 东北大阳歌传统京剧小品 地方特色的民歌 精彩分成 给大家带来了一场丰富多彩的精神盛宴 来自爱乐艺术团的家属金喜年 今年不足六岁 特意与他的外公歌唱家一起参加表演 今年95岁高龄的东方联谊会的魏老先生 老当益壮 亲自登台表演少林武术 让人赞叹不已 主办单位负责人徐百生等登台献议 给观众带来惊喜连连 爱乐艺术团的艺术指导 国家一级演员 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张明杰 带来的歌伴舞 杰耿尧在优美独特的朝鲜族舞蹈衬托下 热情欢快中带给人们美的享受 著名歌手彭彭 表演了具有专业水准的独唱 游牧时光 受到现场观众的一致好评 加州爱乐艺术团舞蹈二队表演的集体舞 舞动的春天 单单的独舞 可可陀海 牧羊人 爱乐艺术团指挥行踏江演唱了 由自己谱曲的独唱作品 草原上的那人托亚 以及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山西民歌 东北民歌 天津石调 粤语等歌曲 让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联欢会前的丰盛美味 也让参与者们大饱口服 大家带来了自己亲手制作的 不同风味的中国传统美食 如同热热闹闹的家族大宴 新老朋友一起分享美食 欢声笑语 此起彼伏 共同度过了2022年的最后一天 室外细雨蒙蒙 室内欢歌笑语 丰富的美味宴席和文艺盛宴 一直持续仅四个小时 罪虎持旧 意图迎新 我代表美国南加州 华人士团大联盟 全体会员机构 感谢大家今天冒着 毛毛的细雨来到我们会所来 参加我们的联欢会 我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 兔年吉祥 华夏电台记者 艾尔蒙提示采访报道